欢迎菩萨,您这从什么地方得到那个? 这是我十几年前,在北方,有个朋友问我那个有个好东西,他在人家家里面 他问我,我认为我比较喜欢这些东西,所以我说大概98年左右吧,花了大概十几万 哦,98年花了十几万? 应该是聊戴的,是聊戴的是吧,戴着高官,这个帽子带特别长,这种大养莲座,整起看 全是聊戴观音菩萨像的形式,是不假的,因为聊戴嘛,虽然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一个王朝 但是他的经济还是很发达的,特别他聊戴的金铜佛像做得非常的精美 全世界有数的也不过就几十件而已,如果说有二十公分,十几二十公分的 那都要两三百万人民币的,像您这个已经超过三十公分的,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那一方面呢,我们看,面向上,线条上,还是不行 线条都很粗糙,很绵软 我们再看他的铸造方法,不是那种湿蜡法,是那个塑胶翻膜法做的 因此这件东西呢,是一件现代的房品 如果说现在的市场价值